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收看MuMuChannel,我是MuMu 有一句話叫做 就能一命,聖造七級浮屠 七級浮屠呢,就是在講七層樓的佛塔 我今天就來介紹蘇州的七級浮屠 叫做瑞光寺塔 瑞光寺塔的位置在古城區的西南方 在以前這邊是一個很大的佛教寺院 根據蘇州博物館的資訊 青年大有三個小學生 他們爬上這座廢棄的佛塔玩耍 在塔的第三層裡 被他們意外的發現暗室 暗室呢,藏著佛教的守護神 四大天王的彩繪木函 以及珍珠設立寶床 根據調查,這是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文物 這個發現呢,也被蘇州博物館列為正館自保 瑞光寺塔的歷史追溯到三國時期的孫全 她的母親是蘇州人 孫全為了表達對母親的恩情 所以在蘇州見了佛塔 這些寺院還有佛塔 到了北宋時期大量的重建 寺院就叫瑞光禪寺 佛塔就叫瑞光寺塔 在當時香火鼎盛 是蘇州南方最大的寺廟之一 1860年,太平天國席捲了整個蘇州 對瑞光禪寺進行大量的破壞 寺院被幾乎以為了平地 剩下殘破的塔留存了下來 雖然清朝的時候有做過小量的維修 可是還是逃不過被荒廢的命運 這一荒廢就到了現代 一直到了1978年文物被發現 這個塔才重新受到重視 並且全面修復對外開放 現在它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前面看到的就是瑞光寺塔 這座塔在多次修復之後 已經變成可以登靈參觀的景點 瑞光寺塔一共有七層八面 一個塔有幾面呢? 其實跟它建造的朝代有關係 像是在西安的大燕塔 它就是很典型的唐朝佛塔 唐朝的佛塔是模仿一般的樓閣 一層一層往上加蓋 樓閣通常有四個面 所以佛塔就建成了四面佛塔 到了北仲時期 建築技術越來越發達 佛塔也從四面演變成了八面 那為什麼越蓋越多面呢? 我覺得比較可靠的說法是 八面可以開窗八個方向 對視野還有通風會比較好 另外八邊形也比四邊形 更能抵抗側面來的強風 所以建築技術允許下 宋朝大部分的佛塔就是八面佛塔 一進塔裡面看到的就是它的塔心 這根塔心它是從一樓貫穿到五樓 並且是八角形、十心結構 它是支撐整座塔最重要的骨架 塔心主要的材料為鑽石 所以就有很多鑽石維修的痕跡 整個佛塔內部就分為三大部分 分別是塔心、迴廊還有外壁 這三大結構就結合在一起 一層一層往上疊 這是宋代佛塔很典型的架構 瑞光塔的樓梯是固定在外壁上面 它繞著塔心順時針的往上走 在以前這些樓梯都是損壞嚴重 整座佛塔禁止攀登 現在看到的都是重新修復的了 我們一起上去看看 沿著狹窄的樓梯就可以來到佛塔的第二層 前面可以看得到凹進去的結構 這個叫做佛堪 佛堪的作用主要是拿來擺放佛像還有法器 瑞光寺塔經歷了太平天國還有文化大革命 因此佛堪裡幾乎就沒有佛像 只保存下這樣的結構給大家參觀 以前的人蓋佛塔就是為了存放這些法器 還有高僧的骨骸 所以歷史悠久的寺院 通常就有自己的佛塔 現在從瑞光寺塔看出去 周圍只剩下公園還有民宅 以前大規模的佛寺早就已經不在了 現在變成當地的地標 還有考古觀光的景點 在塔的屋簷下可以看到垂吊的鈴鐺 這叫做塔鈴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拿來驅趕鳥類 不要讓小鳥飛進來棲襲破壞佛塔 佛塔外面的屋簷叫做妖簷 小陽台呢叫做平座 這些都是木製結構 用木製的優點就是可以做出更多種造型 而且線條飄逸優美 在塔內則是用鑽石結構 因為鑽石不怕白蚁而且耐久性又更好 這就是唐朝晚期到宋代建築技術的進步 他們打破木塔還有磚塔的框架 取兩者的優點融合為一體 像是杭州的雷鋒塔 蘇州的虎丘塔還有北市塔 都是這個時期很典型的建築物 來到塔的第三層是文物的發現處 前面的欄杆是之後才裝上去的 欄杆的後面就是塔心裡的暗室 這種暗室又叫做天宮 它是拿來埋藏高深的設立 七年代三位小朋友在這邊發現鬆動的磚石 並且把它移開 天宮就這樣子被戲劇化的發現 蘇州博物館還特地設置一個展區 來展示天宮裡的文物 在影片的最後我也會帶大家去看看 在塔的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明文磚 這種磚上面會寫上捐贈者的名稱還有年代 很有趣的是上面有繁體字也有簡體字 像是這塊磚裡面的萬字就是線形的簡體字 而且跟日文的漢字寫法是一樣的 另外在杭州的雷鋒塔裡面文物也有一樣的發現 我們現在認知的繁體或是簡體 有些字在唐宋時期就有被使用過 像這個萬字在當時就被大量的使用 並且還傳到了日本去 繼續往上走只能到達佛塔的第五層 鑽造的塔心就是從一樓貫穿到這一層 再上去的六七樓就是木造結構 很多學者推測 這樣的設計就是為了減少高樓層的重量 減輕整座塔的負擔 瑞光式塔它一層一層的 每層有開門開窗 這叫做樓格式佛塔 也是現存最多的佛塔形式 佛塔裡面的文物主要來自於它的天宮 這些文物也被展覽在書座博物館裡面 好啦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瑞光式塔的文物是北宋時期修建佛塔放進去的 前面就是它的常態展廳 首先看到的木函上面是四大天王的彩繪 四大天王是六道輪迴裡面的天人道 天人他們具有法力 而且壽命比人類還要長 因為天人也要六道輪迴 所以他們也要不斷地修習佛法 並成為佛教的守護神 在表面畫上四大天王 有守護佛法保衛天下的意識 這些彩繪非常的精美 是北宋時期非常珍貴的藝術品 在木函裡面裝的就是珍珠設立寶床 這是一種盛放設立子還有金紋的容器 在寶床上我們可以看到蘑菇狀的造型 那是佛教裡的虛弥山 在以前虛弥山被稱為世界的中心 太陽還有月亮就繞著山在轉 剛提到的天人也是住在山上面 虛弥山底下的海水雕刻 代表佛教世界的七山八海 人類就是住在第八個海叫做賢海 賢海的盡頭叫做鐵圍山 鐵圍山的底下就是地獄 從這些雕刻可以知道 北宋時期佛教就有這些世界觀 非常的有趣 整座寶床的做工非常的奢華 除了剛剛介紹的木雕 它還用四萬多顆的珍珠 還要寶石來做裝飾 在寶床的中間有一個藍色的八角柱 裡面發現葫蘆形的容器 並且裝有色粒子 色粒子一共有九顆 而且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 整座華麗的金床就是為了盛裝這九顆色粒子 這些文物在蘇州博物館裡面 也被列為鎮館之寶 瑞光士塔除了色粒子 還發現很多佛像還有金文 我們一起來看看 唐上時期因為江南經濟發達 所以宗教非常的盛行 有很多有名的佛塔 就在那個時候被保存了下來 瑞光士塔就是很有名的案例 對於這座古老的佛塔呢 蘇州文物局也進行非常多的維護 還有修善 我很多知識都來自於他們的修善工程報告 這邊也推薦這本書給大家 好啦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我是木木 我們下期見